是不是必須很少 5月16日中漂 旧高薪的疫情絕微中心公告 判刺陽性之後 機會事 Leader判讀及可判確診 當今的植事件 在院長指示下 成立二十四小時 型確診 彈劃基督教育院是126年前 由我們的蘭醫師從英國來創立一個醫院 所以我們的主要就是愛 所以我們是用愛防疫 才守護我們的張投雲 精準投藥快速投藥最高危險群 是預防重症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們不站診療 如果你全家都確診沒有人來領藥 我們還送到家 藥師到家 端午節年假前禮拜三 我也趕快拜託同仁 做了一個視訊診療 24小時不打藥 包括晚上我們也做 所以昨天端午節也做 那總共這兩天 我們已經服務了198位患者 那我們的視訊確診 真的目前我們也協助給藥 所以我們藥師送藥 已經給了26人次 一個人走得快 一群人才走得遠 我們需要這個張機體系 八千九百零數的員工一起來努力 那近來我們重要的是要跟共存 那就是打疫苗 群眾分流 這個是變成一個 他要給藥 快速給藥 那至於在張機這邊 我們從藍大衛 這樣的一個精神的感受之下 我們看得到從院長 跟各位領導階層裡面 大概是很有心的 有心 有這個心 展現出來 同仁就是很用心 大家都用心在照顧面 自然 領導階層有心 同仁用心 那病人就感到很感興 在這裡特別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辛苦了 那麼張機是我們中台灣歷史最久的醫療中心 從剛剛陳院長的說明 我們更了解到 對張化 南投 雲林 嘉義的民眾來說 張機醫療服務的重要性 特別是張機有張化以南唯一的兒童醫院 在兒童醫療照顧上承擔重要的責任 那麼尤其是當大家遇到確診的狀況的時候 都會感到不安 但是我們的張機就排除完了 首創24小時的視訊問診 24小時給藥的服務 不分平日假日 從確診出品給藥 張機的服務是24小時不間斷 那麼讓所有需要的民眾 可以有穩定可信賴的醫療管道 得到最及時的幫助 那麼這些醫療服務 必須投入很多的心力跟人力 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我們每一位張機人的努力 真的要謝謝我們所有的張機人 張化基督教 戰 總統 戰 憲長 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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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